感谢各位同学们在周末抽时间 参加今天的分享会 还有不少同学在分会场和在线上的 我代表奇迹所有的同学们 感谢大家抽时间 今天我给大家要分享的 是咱们面临的 一场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技术变革 这次的变革 是范式的变革 一会儿我跟大家仔细拆解 在一切都要变的时候 我们奇迹 我们传统用的体系是用内在的结构 任何事物的内在结构 和它的发展体系 新的现象是如何形成的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系统地分析梳理 帮助我们把控好机会 我们今天也想分享给大家 希望能够对今天每一位参加同学 对你们在今天这个时代 能够更好地把握好机会 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是 先讲新的范式 范式它有两个纬度 它是结构性的 第一呢 任何范式变更的时候 思考方式变了 第二执行体系变了 所以我们先讲范式 然后再讲这个范式 所带来的新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发展的特征 最后再展开讲 系统现在跟所有的同学们 都分享一下 我们如何把握好 这个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机会 最后简单介绍一下 奇迹创谈 我们留一部分时间做问答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 所准备的内容 那我们先讲范式 范式这一次的范式变革 我们将从三个维度 跟同学们分享 因为这次的变更 比较深 比较广 首先 这是从产业发展的维度来 分析这一次的范式的变更 它所代表的是什么 我看同学们都拍照 拍这个PPT 没关系 可以拍 但是我们准备是 这次分享之后 我们会给大家分享 这个PPT 我们也会把我们的讲稿 我今天演讲的 需要一些时间 整理好了以后 也想发给大家 所以大家可以拍照 但是不拍也没关系 这一页 讲的是产业发展的范式 这里我们用的体系 它的内在的结构性的体系 是三维一体 三维一体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体系结构 它源自于复杂学 我们每个人是个复杂体系 每个公司 每个组织是个复杂体系 一个社会是复杂体系 数字化产业也是个复杂体系 复杂体系它的稳定的结构是三维一体 它永远有一个信息子系统 它要从环境当中获取信息 第二它要有一个模型子系统 它必须要把信息表达足够有效 可以做记忆 推理 规划 分析 针对它的想要达到的目的 第三是行动体系 根据规划 可以跟行动 可以跟环境 做交互 转换能源 达到它的目的 对人来讲 最终的目的永远是减伤 所以这是 这个我们用来分析 这一次范式的 它的一个稳定的内在结构体系 三维一体 有了这个三维一体的结构之后 我们把这张图的底层先画一下 底层是数字化产业 过去五十多年 每一个年代的它的发展的平台 大家看到底层最 最下面一条线 上面我们有三种不同的颜色 这三维一体的三个纸系统 来代表 我们可以看到 绿色代表的是信息系统 这是我们过去 数字化产业 大部分是信息系统 蓝色代表是模型系统 红色代表是行动系统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绿色这条线上 有大量的公司 IBM 微软 但是在1995年到96年 有大的拐点 这是数字化产业的发展体系 它是拐点平台驱动的 这数字化体系发展 959年的拐点 它代表着什么样的机制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拐点 根本原因 根本原因 是成本的结构变化 成本的结构 同学们是任何大的产业变更的 结构化通常的原因 如果有一种生产力 这个产业都需要用 它的成本 从边际走向固定 往往是改变这个产业的一切 这个信息系统 它的拐点 9590年的拐点 是信息获取的成本 从边际走向固定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那个时候在 刚刚卡内基美龙大学 还没毕业 差不多毕业了 95年96年 刚毕业 那个时候要离开笔字堡 开车出去 要拿一张地图 三块美元 同学们 信息获取曾经很贵 今天我要地图 不到400毫秒 谷歌需要花费的 我如果用谷歌地图 需要花费的不到一美分 但是谷歌是一年 付了11美元的固定成本 地图仍然是需要成本的 它成本没有变掉 没有走掉 只不过 有一系列的技术机制 它可以汇聚大量的信息 分发大量的信息 它的成本结构变了 它从边际每次都要付很多 到一次性付很多 只要用简单的商业模式 伟大的公司都可以诞生 谷歌 苹果的 移动时代 亚马逊的云时代 都是一系列的核心技术 它可以高度地 浓缩地聚焦信息 分发信息 但根本的一切 是信息的获取成本 从边际一向固定 信息变得无处不在 彻底改变了世界 大家可能记得 盖茨先生曾经写过一个memo The Internet Revolution Information at the Fingertip 信息无处不在 这个已经实现了 最近他又写了一个memo 他说这一次的变革 似曾相似 感觉一样的大 因为他见过 因为这次的变革 在根本上 它的结构 是一样的 为什么这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2022年 2023年 这个蓝色的这个拐点 什么事情发生了 突然有一个结构 是模型的成本 开始从边际 移向固定 因为 虽然我们做模型 不是刚刚开始做 我们做很多模型 自动驾驶也好 自然也错了 但是都是针对 每一个任务开始 做一个不同的模型 现在 我们有新一代的技术 叫大模型 模型的成本 开始从边际 移向固定 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模型跟信息一样 它是一个影响 我们所有一切的核心产能 我们在社会当中 要生产任何东西 都需要信息 信息无处不在 改变了世界 这一次 是模型 模型就是知识 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生产任何样东西 都需要知识 知识的力量是无穷 它的产能 更大 所以这次的变革 它的攀升的速度 它的拐点的 猛烈的 进展的速度 一定会 比过去 更强的 低性原理 你可以 推演出来 为什么 为什么模型这么重要 还有一个维度 因为它跟每个人有关 跟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有关 跟我们社会 每一个组织 每一个结构 都强相关 因为每个人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在社会 活动当中 在企业 上班工作当中 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三类模型的组合 我们有认知模型 我们能听 能看 能思考 能规划 我们有任务模型 我们能搬椅子 爬楼梯 拨鸡蛋 等等等等 我们还有领域模型 有些人是律师 有些人是设计师 有些人是马农 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 我们对社会的价值 都是这三类模型的组合 同时 每个我们需要 社会上组织的事情 一个企业 一个城市 一个国家 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 都是领域模型 场景模型 今天 我们对社会的价值 是我们这些模型的 组合来产出的 但是大家想一想 除非你有独到的任务模型 独到的认知模型 独到的领域模型 你所做的一切 很快大模型都能做 而且这个速度 一定会比我们想象的更要快 所以这一次的拐点 已经发生 它攀升的速度 一会儿我会跟同学们分享 它攀升的速度 一定会比95年96年还要快 整个一切都将变 模型将无处不在 知识将无处不在 今天我们打开手机 打开任何一个设备 信息过来了 以后打开任何一个设备 模型过来了 医生诊断是模型 律师服务是模型 设计师是模型 艺术家是模型 它都无处不在 编辑成本变得越来越低 一系列的伟大的公司 会因此而诞生 因为他们将付出固定成本 他们将发明新的商业模式 综合在一起 我们整个产业将变革 产生新一代的世界 这是这个蓝色拐点所代表的 在攀升这个拐点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OpenAI 一会儿我们会讲很多 关于OpenAI的事 OpenAI跟微软合作 显然是领先了 谷歌在追 还有一大堆公司 在美国 在中国 都积极参与这一波的攀升 好 有了这个 拐点的背后的发展体系的机制解释之后 那我们自然可以回答 下个拐点是什么 很容易分析 三维一体是稳定的结构 下个拐点一定是行动体系的拐点 很快就会来 因为这一次的模型体系 它会加速下个拐点 模型是叫深层模型 它可以控制一切东西 控制机器人 控制自动驾驶 控制空间计算 未来的行动一切体 它将是三个体系的组合 机器人 自动驾驶 数字化的空间计算 特斯拉是非常处在一个优势的地位 其他公司会不会参与下一波 抢占下个拐点的 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毫无疑问 这个规定已经看得出来 一会儿我会讲 已经在加速 所以把这个三个加在一起 数字化的发展 就是有一个信息生态 一个模型生态 一个无处不在的 自主体系的行动生态 组合在一起 数字化技术和人类社会 一起共同进化 这个共同进化所带来的 未来的 有可能是通用智能 通用智能 它必须拥有四个核心的维度 第一 涌现 第二 代理 第三 功能可见 有英语讲叫affordance 第四 聚生 英语讲叫embodyment 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 数字化产业发生的 一个新的范式的根本原因 这个拐点所代表的机会 是由这个产业的发展结构 来决定的 我再重复一下 这个发展结构就是有一样 生产资源 这一次是模型的知识 它的成本结构将从边际 一向固定 好 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再分析一下 这一次范式变更的 它的第二个维度 这次范式变更 在人类由技术驱动 社会发展的进程上 它扮演的角色是多重的 这张图 也是一个内在的一个结构 这个内在结构 描述了技术是人类 技术是如何驱动 人类社会进展的 我们从这个内在的结构 来分析判断一下 这一次的范式 它在其他几个层面 对来的发展 有什么样的重要的影响 这张图我给大家分析 拆解一下 首先我们看这张图的 左下角 这张图的左下角 它所代表的是 人类永远地追求 知识 能力和财富 有三大核心要素 第一是科学 科学是解释和预测 科学发展从第一范式 经验主义到第二范式 系统性地做实践 第三范式大理论地做模拟 第四范式数据驱动 到第五范式 数据加计算驱动 这一次的技术变革 将直接地驱动 新一代的科学范式 科学的第四和第五范式 我们会讲 为什么这次变革 它是从根本意义上 将推动一期类的变革 所以这是第一 这一次的变革 它是驱动了新一代的 科学发展范式 人类社会进步的 最根本的生产力 是科学的进步 第二 是人类的经济发展体系 它是技术驱动的 技术是什么 技术的本质是 用科学可检释的原理 用能力去改变自然现象 用信息去转化能源 来服务人的需求 技术驱动的社会经济发展 只有三种大的模式 它都是信息和能源的 组合决定的 农业社会 光合作用 简单的 工业社会 化石能源 机械设备 电器设备 电力设备等等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第三代 是数字化时代 这条蓝色的曲线 数字化时代 是根本意义上 是用数字 用可编程的能力 去更有效地转化能源 这一次数字化的 范式的变更 将直接驱动模型 和行动体系 用数字化的能力 去转化能源 将被大步地 往前提了一层 这是第二个 这张图上的第二点 这张图讲的 另外一层 数字化是人的延伸 数字化是人 自我的认知 和能力的延伸 人类永远是 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有了数字化的能力之后 我们将是 持续不断地去改造世界 为我所用 要改造世界 必须要转化能源 用信息转化能源 所以这张图上面 可以看到的 有新的能源产业 新的能源科技 可持续驱动的 能源转化 只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用生命体系来转化 Biological pathway 一种是用物理体系 转化能源 我们将有新的生命科技 和新的材料科技 第三 能源转化 不需要有物理空间 这次技术革命 将更快地驱动 新一代的空间技术 地上的是自动驾驶 铁等等 水上的是深海 低空 轨道空间 轨道之外的指数升空 星座 其他星体 等等 加在一起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人类社会改变世界 改造世界 为我所用 将直接和间接地 被这个范式 进一步地驱动 最后当中这一环 我想第三点 也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科技 驱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它的速度 将不断地加快 什么是科技产业 我经常会给同学们 讲个例子 为什么福特不是一家科技公司 特斯拉是一家科技公司 它根本区别在哪里 同学 想过没有 一个科技公司 跟一个非科技公司 它根本区别在什么 用信息 更有效地转换能源 特斯拉 本质上是软件驱动一个公司 福特 是旧一代的公司 所以这一次的变革 将更大程度上 让更多的企业 成为科技公司 技术 技术产业 将更快地驱动 社会经济发展 所以我们把这个四个点 组合在一起 这一次范式变革 将在更多的方面 更多的纬度 驱动社会进展 接下来再讲一个 第三个纬度 这次范式变革 对人类社会关系 对人的影响 它所带来的 根本性的 根本性的变化 和影响 有很多人 也有很多媒体说 这一次的变革 堪比工业革命 从对人和对人的 人类社会关系 这个角度来讲 可以这样类比 这张图 是做一个完整的分析 首先我们看一下 人类社会 进展由技术驱动 它每一次的 重大的进展 生产力带来生产关系 带来社会关系的不同 可以看出来 是这样也变得 早期在农业社会之前 我们是幽默民族 我们到处走 之后我们发明了 农业技术之后 发明了家训动物之后 可以种植物之后 它改变人类 在根本意义上改变人类了 在哪里改变了 我们有个概念叫家 我们固定下来了 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 又一次重大的变革 我们开始有更多的自由 农业社会 当然好处是有家 它负面的是 我们没有行动的自由 绑在土地上 工业社会所带来的 是给了人更多的自由度 我可以去别的地方 但是在工业社会早期 人是需要做大量的体力劳动 工业社会所带来的 一代一代的技术 机械设备 电子设备 电器设备等等 让人的体力劳动逐步地降低 同时信息社会 从手机也好 电脑也好 带来大量的信息 造成了我们的产业 我们的社会 从商品经济 进入今天的服务经济 我们都用信息 用脑力劳动 来产生商业价值 产生社会价值 在今天我们社会 最有代表性的职业 是马农 是设计师 是数据分析师 等等 但是今天这个服务经济 很快就会变变更 因为我们所做的 一切的脑力劳动 除非你有特殊的能力 都将在根本意义上 被改变 因为这一次 模型的成本 倒将降低 我们将很快 从一个服务经济 进入一个体验经济 在从今天走向 未来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认为有三个职业 是最为重要的 创业者 创业者把技术 把得到的见解 变成体验 变成价值 科学家 做新一代的科研 又会我们讲 另外 有得到见解能力的艺术家 这类的组合 将会带来 下一代的体验经济 再下一代 再下一代 当三位一体的人工智能体系 数字化体系 行动也变得无处不在了 人的最后的体力劳动 加脑力都不需要的时候 能力将探索新的价值体系 这个时代 我们暂且叫它 AI经济 一会儿会讲一下 在OpenAI 我们那个时候 在YC 我们也有一个研究项目 就UBI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就是如果人不需要上班的时候 人的驱动力是什么 人的行为将是什么 所以这个时代 我们将一起探索 最后由于数字化的能力 由于website等等 我们是不是回到 新一代的游牧 因为我们不需要 在任何一个地方固定下来 人类的进展 发展 是技术驱动的 它的探索 可以从过去 看到一定的未来的 一个结构体系 好 这一次 是第三个维度 来看这一次范式 对我们每一个人 对整个社会 所带来的影响 接下来我想讲一下 新的范式 我们如何去适应 范式变革 它比一般的变革 挑战更大 是你要用不同的方法去思考 要用不同的方法去实践 思考和实践都变了 今天这个范式 我们如何去寻找机会 我建议大家 从这个范式的缔造者当中 得到重要的启示 因为这一次的范式的到来 在技术进步这个角度来讲 它不是水稻渠沉 它是一个突破 OBI七岁 去年十月份 十一月份 加GPT GPT4 接近可以掩饰 可以使用的时候 盖茨先生 看到代目是木灯口袋的 谷歌也是被震惊的 微软和谷歌 有的技术力量 研发力量 产业力量 是远远超过OpenAI 这么一个小的团队的 他们为什么能够走到今天 是用了反共识的道路 他们的思考 他们的组织 他们的行为 会给我们有很重要的启发 因为范式的变更 是思考体系变了 是实践体系变了 那讲一讲 OpenAI的思考体系 有哪些重要的特征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 首先我们必须 要了解OpenAI的历史 要了解OpenAI的历史 必须了解Sam 我能够给大家分享这一页 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 我跟Sam是2005年认识的 那个时候才49岁 他刚刚进入YC的第一波 在哈佛大学2005年 他是YC体系思路的 继承者和传播者 2014年 他接管YC成为YC的掌门人 2016年 成立OpenAI 他和他的核心人员 伊利亚·萨斯克维尔 和Greg Brockman 这三个人 包括一些其他的重要人员 像John Schumann等等 是代表了新一代的 特殊的组合能力 可以推动这个范式 进一步往前发展的 思考体系 和执行体系 首先讲一下 他们的思考体系 有哪几个重要特征 第一 坚信未来 坚信通用智能 一定会到来 任何都挡不住Sam的 没有任何人可以挡住Sam 他设计的一切 都不会让任何人 干预他 控制他 坚信 坚持 第二 在技术上 他们相信 两个重要的技术点 一个点 是模型 只要足够深 有了足够深度之后 数据加上算力 一个高效的训练体系 我本来是早期 就是说我解决两个问题 就是UL and IL 增强学习和无监督学习 因为必须要无监督 才能高效地 用这个足够深的模型 去探索通用智能 第二个 技术上的坚信的观念 强化学习或者增强学习 跟进化本质上相关 最终这个模型 为了能力所用 很大程度上 会在强化学习当中 找到未来的答案 坚信这两点 在组织上 在行为上 他们坚信 这一代的组织 你既要做科研 又要做工程 又要开发平台和产品 OpenAI所代表的 新一个组织 新一个能力 他们内部所做的一切 既能做科研 又能写代码 又能做产品 不是分开来的 还有一个组织方法 要融到大量的资本 而且在组织结构上 任何人都没法影响你 追求你的目标 OpenAI的融资结构 我也或者或者参与了不少 大家可能都听 它根本不是一家公司 也不是一个合伙制 它是一种 产生的新型组织 长期OpenAI 等到盈利结束之后 它所产生的一切 都是社会公有的 它顶层是个non-profit 它是经过 生世熟虑之后 去非常有勇气地 坚持地 一步一步 追求他们走的路径 所以才能造成 今天七年之后的突破 任何别人怎么说 他们都不会影响他们 同学们 这个一点特别重要 真正改变世界 是有独到的见解 坚持 不为任何其他所动 他们做到了 OpenAI的大事迹里面 我跟同学们讲几个重要点 技术上的 因为对我们一会分享 有重要关系 第一 GPTE 他们前面一开始 是做很多增加学 做游戏 做机器人做了很多 他们觉得增加学 到了一定状态足够 接下来是 unsupervised learning GPTE一开始是用 不是用transform 用L4体验 但是GPTE走错了重要的一步 大模型时代重要的一步 预训练 针对于自然语言 大家所关心的一系列的任务 通过预训练 基本上验证了 可以达到单独训练的水平 因为自然语言 有一组十几个任务 你通过一起 一起预训练 就光训练 不管什么任务 预训练可以达到 跟单独训练一样 甚至更好的结果 GPTE走错了第一步 历史上有重大的 GPTE二 也非常重要 验证了 预训练之后 可以把预训练的结果 通过调 通过fine tuning 迁移到任务模型当中去 GPTE三 是走错了根本性的一步 GPTE三 主要验证了 是很强的泛化能力 零样本 少样本的泛化能力 尤其是 可以 所谓叫场景下学习 不需要调 不需要微调 只要提示 就可以做泛化 这里特别重要 一会儿我会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人 是一个通用智能代表 我们人基本上 是个零样本泛化机器 我们的泛化能力 虽然这个大脑才25瓦 我们的泛化能力很强 是语言带来的 所以GPTE三是走错了根本的一步了 接下来看一下 Codex 代码 为什么代码重要 代码是人方面的语言 大家看文章都知道 代码 如果跟代码对齐之后 这个大模型的逻辑分析能力 一下提高很多 GPTE三点五是目前的重要的路标 三点五是走错了根本性的一步 让这些模型可用 三点五是指令为条 现在指令为条 五万多条指令 大家都用 但是指令可以 都可以去写 把一切的路打通了 Codex GPT就是用指令为条 针对对话写指令 人是怎么对话的 这开启了历史 Codex GPT在历史上 从来没有发生过 一个产品两个月之内 全球一亿活跃用户 而且还愿意付钱 每天都用 越用愈合得越有个价值 人类历史上 从来没有发生过 GPT4 多模态 完全的系统的工程化 开发大模型 GPT4之后 Plugin 进一步的生态化 每个月 每一周 OPS300多号人的团队 高效紧凑的 不断的往前进展 包括几天之前 Bing Bing 后面用的就是 加GPT的引擎 不是加GPT GPT4 的引擎 欧阳的团队 跟欧阳团队 紧密合作 大家可以看看 一个团队 如果是用 新的范式的核心思考 用新的范式的 核心的实现体系 你创新的能力有多大 所以在这个时代 深度解读一下 OpenEye的成长历史 他们怎么思考 他们什么实践 对我们每一位同学 都有很大的意义 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讲 新的范式 它背后一定是有 它的核心技术的 这一组核心技术 使新的范式成为可能 这组核心技术 就是这一页我想讲的 新的范式之后 有一个新的动力引擎 这里我跟大家 仔细讲一讲 这个动力引擎 当中我画的 每一点都非常重要 这个引擎 本质上是一个模型体系 GPT Generative Pre-Transformer 这里面有几个 每一点都是重要的 技术的核心特性 第一 它能够高效地训练 压缩信息 表达整个世界上 我们所知道的 所有的知识 这第一点 本身就很重要 因为要压缩信息 必须要有知识 压缩的越强 它所代表的知识含量 就越高 因为本质上 知识的定义是什么 知识定义就是 一种信息的表达 可以用来解决多种任务 这个信息的表达是非常紧凑的 所以第一 这个模型体系 能够压缩 能够表达全世界的知识 第二 这个模型 它能够持续地提高 泛化的能力 现在已经很明显 在更多的参数 更多的token的情况下 但涌现 一直会有 关于涌现的科研 认文 非常活跃 涌现是怎么回事 就同样一个模型体系 我们增加参数 增加token 或者增加训练的时间 新的能力会演化出来 这些能力 比如说是 常识的推理能力 算术的能力 针对某一些任务 解决问题的推理能力 它会涌现出来 所以涌现是不断地在发生 第二 它的泛化能力 在前概念 latant concept 直概念 subconcept这一层 非常清晰 在概念层泛化是不够的 泛化能力是一切的一切 举一反善 看到一个甚至不看 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所以泛化能力是越来越强 第三 推理能力 不断地 争抢 和被探索出来 推理 有多种推理 有演义 有归纳 有常识 对吧 能有 基本上有六种到七种大的 推理能力 在这个大模型当中 这些推理能力 不断地被显示出来 第四 是对齐 前面三个 可以说是基础模型 这些模型能不能用 不知道 Operine做这个 已经做了四年多 前三年 在CHATGPD爆发之前 这些模型基本上都没法用 主要是没有对齐 今天对齐工程 对齐研究 是最活跃的科研领域 和最活跃的工程开发领域 就是对齐研究和对齐工程 对齐 几个维度 第一 这个大模型 这个Transformer里面都是 Softmax权重 对吧 这些都是 代表了某种概率 怎么把它为我所用 它必须对齐 一种对齐是跟人的认知空间对齐 比如说语言 比如说代码 比如说表格 等等 另外的对齐是跟人的价值观对齐 这是今天OpenAI最大的优先级 Sam自己都说 CHATGPD CHATGPD加上GPD4 没有对齐好 在美国它得罪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去反对这个 它在价值观上还没对齐好 但是这是一个时间问题 我们有足够的对齐能力 第五 这个引擎 这个模型体系 在今天已有的硬件和软件基础上 它能够充分地用更多的有效算力 就是超级并性的GPU 它不理想 但是足够可以把更多的算力可以用起来 一会儿我会跟大家拆解 这些机会都在哪里 这是第五点 今天世界上算力可以用得越来越多 这个模型体系 能够把重要的模态 语言 重要的模态 图像 视频 可以有效地Token化 和把这些Token可以用起来 今天训一个相对来讲能力不错的大模型 10亿Token 20亿Token 足够用 而且可以用得越来越多 再下一个 是这个模型最重要改变世界 还必须使用在不同场景 这个模型必须能够小心化 能够本地化 以后我们在每个手机端 每个IoT设备 每辆车上 都要使用这个模型 今天这个模型体系 有足够这样的能力 最后 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模型延伸能力 比如说让这个模型可以揭露符号求解器 把符号运算能力可以揭露进去 可以用这个模型揭露一个工具 学会这个工具是怎么用的 它的可营生性也足够强 如果我们把这个模型体系 所有能力加在一起 最后蓝色 白自我写的 可以说是这样一个组合 它的基础足够强 因为Transformer是一个通用的序列建模工具 不光是语言 任何其他模态 都可以用Transformer来建模 它的可操纵性足够强 今天提示 零样本的提示 少人本的提示 场景内学习 是用的越来越多 大量的工具都在延伸 为调试 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讲 调试最近几周发展多么凶猛 对齐 前面讲过了 今天如果你去美国医力学校做PhD 可能都是做对齐的研究 做开发工程也是对齐的开发工程 所以对齐的能力也越来越强 最后是它的扩散性 这个模型的扩散性 涌现前面讲过了 多维度的可扩散性 如果我们把它加在一起当中 这个引擎 是这个时代的 背后的坚定的力量 为什么 模型的成本 会从边际向固定走 就是靠这个引擎 有了这个引擎之后 我们讲一下这个模型 它已经开始在改变产业 在用非常高的速度 把编辑成本 像固定成本走 左上角 讲一下恰GPT 加上GPT4 它今天所封装的能力 根本上可以这样讲 它今天封装了世界上 所有我们能够得到的知识 这是第一 第二 它封装的学习能力 封装的推理能力 是一个斯坦福的高材生 第三 它的学习能力 它可以学任何学习 它考试 一学就会 第四 它的界面是自然语言处理 任何人都能用 第五 今天做大模型 它的成本已经 没有贵到 大厂不能做 而且成本在不断地降低 所以今天我们 这个引擎在核心维度 显然已经过了拐点 而且它在全方位的攀升 这个攀升的速度 一定会加速的 从第一线原理 我们可以推演出 它为什么一定会加速 所以左上角 是讲这个引擎 已经过了拐点 在不断地攀升 左下角 非常重要 也是我最近几个月 认知极高的 一个点 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因为我自己做自然语言处理 做输送引擎 正好过了二十多年 我是2002年开始做搜索 以前我自己做操作系统 自然语言处理 这个问题我们都做了很久 但是这一次自然语言处理 有几个重要点 给同学们发现 首先前面讲到 OpenAI走的是一条 反共识的一条路 它走向通用智能 跟别人都想的不一样 为什么 五年前 不是五年前 四年前 我们每个人 大部分的团队都说 要用人工智能 建立通用智能 它的路 会跟动物世界一致的 动物是从视觉智能开始的 视觉智能是 先从识别物体 物理做操作 形成推理能力 再逐步逐步形成符号 标记 符号标记 再逐步逐步形成语言 OpenAI是倒过来做 它先从语言开始 没有先从视觉智能开始 它坚持走来 这条路是走的 反共识的这条路 因为语言 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前认知空间 它是人和物理世间 最宽的一个桥梁 我的认知之一 是语言其实根本以上 它更是一个 泛化和思考工具 沟通只是它一个副产品 我们一开始以为 语言主要是用来沟通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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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语言 我们没法在这个世界上活 我们是一个零样本 泛化引擎 这个东西是零样本 泛化的东西 有的时候一个样本 可以泛化 语言是给了我们 超强的泛化能力 功耗很低情况下 我们可以做泛化 这是最最关键的 语言最根本给我们带来的 是零样本 少样本泛化的能力 当然我们也用语言 作为我们沟通的一个机制 还有 关于自然语言处理 大家都做了很多 以前自然语言对话都很多 今天复盘 我过去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也有过这个想法 大家今天想得更清楚了 过去的自然语言处理 这个领域 基本上把问题定义错了 根本就不对 为什么呢 以前自然语言处理是说 我可以写软件 你给我一句话 我能够做处理 能够理解这句话 这为什么是错的 因为要理解这句话 你先要有知识才行 这句话可以说 比方说我把这句话分析出来 我都能分析 这是形词 形容词 这是动词 这是名词 但关键是这个名词 到底是什么呢 它是一包香烟 是个加油站 是你舅舅 还是个电影里面的演员 你需要全球的知识 你需要全球的知识 才能做自然语言处理 而且这一次自然语言处理 欧巴尔尔做的是倒过来 先用知识 用知识这个引擎 去针对语言对话 去做调试 它自然语言处理 是这样做的 不是先理解这句话 想要去理解这句话 然后把知识拉进来 我们过去十几年所做的 基本上反了 但这一次自然语言 彻底走通了 因为大家都用过其他GPT 过去你用自然语言交互 都很紧张 都怕它听不懂 稍微换一换它 它就不对了 这一次你基本上随便讲 它都能懂 因为为什么 它有一大堆 所有的知识 都在封装站里面 你是用了这个知识 作为基础 去根据对话来调 而不是倒过来做 所以这一次 自然语言所起的作用 是非常非常核心 在这个范式攀升的过程当中 它也将扮演 一会儿我会讲 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因为我们人类历史上 从来没有过这么有效 这么有用 任何常讲都能用的一个 交互工具 今天我们用的最多是 手指出品 这个比手指出品 要强大得多得多得多 所以左下角 这个引擎给我们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能力 右上角 讲这个引擎 如何这样持续地 把这个范式往前推 这个引擎进一步往前走 它需要新的技术 它需要新的科研结果 它需要新的工程化 它需要新的资源 我们或多或少都能看得见 我们跟微软的人聊 跟欧波亚的人聊 或多或少他们都知道 We know what's going on We know what it takes 对吧 大家看一下我这里列出来的 首先 在模型上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今天这个模型是鲁棒性 稳定性是不够的 第二 Transformer是太密的一个模型 它不光是对算力要求高 对带宽要求无穷高 对吧 你把几万张卡放在一起 它没法弄 模型必须稀疏化 今天Transformer的注意力 包括它的提示的 这个前面的buffer 不然最近刚刚GPT 可能32K出来 但是我看昨天有个看 前面有个看员的 可以做64K的 对吧 这个注意力要做宽 甚至做循环的 这些研发科研都在做 同时模型更强的能力 涌现大量的研究 前概念 子概念 泛化 甚至于符号神经 融为一体的计算能力 包括因果推理 等等 大量可见的科研和可见的研发都在进行 下一个对齐 前面讲过了 对齐 尤其是价值观对齐 欧布安在美国这是它最大的优先级 有大量的工作再往前走 还有是模态 跨模态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能作为一个通用智能载体 我们是多模态并且是跨模态 我们在视觉这个模态 泛化出来的东西可以回到语言 语言泛化的东西可以过去 这个GPT4发布 它论文没有发 没看到 罗终上有点遗憾 但相信GPT5 6以后会有跨模态的 泛化的能力 当然更多的领域 更多的延展性 覆盖更多的应用 更多的基础设施 都在高速进行 这个引擎它的能力将越来越强 最后右下角 这个引擎的飞轮 产生的用户价值 商业价值 已经形成一个雏形 在不断的高速的旋转 资本投入大量进来 一会儿我会跟同学们都分享 资本投入 简单的商业模式 盈利机会 基础设施 平台应用 创业公司 大厂 不断被验证的效益 同时对社会带来的影响 安全等等 也在积极主动地 被社会的相关的企业 去共同解决 加在一起 我们这个范式 将由这个引擎 不断地高速地往前驱动 这一页 这是我讲范式的最后一页 范式的变化 它是思考的变化 它是实现体系的变化 我们都知道未来是模型将无处不在 怎么从今天走到未来呢 这一页 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 大模型开启了一个新的人类技术发展的新的篇章 在人类技术世界当中 我们引入了一个全新的物种 过去没有过 接下来我们做的都是模型 以后每次开会我带了50个模型 你给我200个模型 对吧 我们都是模型 模型是新物种 这个新物种 它这么从今天走到未来 根本意义上 是进化 这里跟同学们提一点 就美国复杂学里面有一位作者 写的比较多 Brian Arthur 他写过一本书 推荐给大家 非常重要 叫技术的本质 技术 在根本意义上 它是进化的 它跟达尔文进化非常类似 它永远是结构 功能 组合 选择 达尔文进化 是选择 跟自然环境相匹配的 技术的进化 它选择是人类需求更多的地方 所以大模型的未来 将是一个进化的未来 那进化怎么走 它有一系列的核心结构 就每个物种 它都有核心结构的 这个物种 叫大模型 它有基础模型 这个前面讲 有很多未来 其他基础模型 不同的模态 比如说蛋白核酸这一层的 空间这一层的 必定要语言 对吧 自然语言当然对我们人来讲 非常好 泛化能力很强 有各种不同 有更多的大模型 在大模型基础之上 我们都会演化出 更多的事情的模型 领域模型 工作模型 更多人的模型 它都将有记忆推理 等等 越来越强的能力 在这里有一点 要跟同学们提出来的 这是如果关注大模型时代 这也是我自己 思考比较多的 就系统一和系统二 今天大模型当中 所做的推演 推理 基本上以系统一为主 大家如果知道 系统一和系统二 能是两种思考方式 系统一是快速思考 就是直觉 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其实不是 认真去用逻辑分析的 只有大问题的时候 我们才用逻辑去分析 我们基本上都是靠直觉 开车是靠直觉 基本上很多情况 都是靠直觉 这个东西离我很远 早着呢 这事情就是 大部分都是系统一 系统一的好处是什么 它是过程性的 它根本上是可计算 它是基于场景的 它可以用来解决 我们生活当中 相方面的所有的问题 都可以用系统一的模型来做 今天用大模型为基础 来学出来的模型 都是展现了很多 系统一的功能 系统二还找 有一部分 在逐步逐步挖掘出来 能见的模型 能也见很多模型 爱因斯坦理论是个模型 牛顿理论是个模型 有大量的模型 能见的模型 都是系统二的模型为主 都是符号 数学公式 结构 知识图谱 它的强处是 它是很专业化 它翻画能力 在专业里面 它翻画很强 但它落的地方 今天能所做的模型 跟我们生活方方面 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我们现在所有的物理理论 化学理论等等 没法解释 这棵树的叶子形状 为什么是这样的 这个动物 这个猫的颜色 为什么是这样的 它都没有任何用处 它不是这种模型 它有它的好处 所以这两种模型 之间的组合 是我们需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的 发展趋势是 将有越来越多的 融合和整合 系统一和系统二 在针对适当场景之下 形成新的组合模型 能够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然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张图我们用的是Meta 是Yana Kong 大概几天前分享的 他们画的进化 这条具 当然画的 把Meta的模型 画得比较重一点 但是可见 这个进化已经发生 一代一代的模型 都在长出来了 今天毫无疑问 是处在韩武器时代 这个新物种 刚刚到来 一大堆植物种 几乎每天都有 新的植物种在发生 大家如果关注论文 关注Github 关注Hugging Face 你看这些的话 我们毫无疑问 是处在韩武器时代 每天新的 演化出来的模型 新的植物种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总结一下 在今天这个全新的范式 如何从今天走到未来 我们将高度重视 大模型 和大模型 衍生出来的子模型 它们的进化的过程 这里最后想讲一下 今天这个模型生态 某种意义上 跟我们已经有的 生物体系很类似 大模型 基本上跟基因一样 大模型上面 衍生出来的 领域模型 某种意义上是 Epigenetics 是表观 最终都是进化 真正意义上的 智能体系 它在结构上都类似 结构上非常类似 好 我们刚才分享的 把新的范式 它的内在结构 这个范式 它的发展体系 这个范式 它所需要的核心思考 纬度 我们都给大家分享 那接下来 讲这个范式 所带来的新的时代 将怎么发展 这个时代 首先 社会经济发展 这是我们最最关注的 它的发展格局 将是这样 在全球范围 将是这样一个格局 因为有这个范式 它的内在结构 所决定的 第一 右上角 它的发展 速度和动力 将是空前的 这个大家拆解一下 强一想 基本上都能分析出来 因为这一次 它所改变的 生产力叫知识 知识的力量是无穷的 它是最强的一种生产力 它改变的维度 是第一 这个生产力变得便宜了 对吧 我现在都付很多工资 马龙的工资很高 律师的工资很高 医生的工资很高 都是模型代价很高 编辑成本很高 这些模型以后 会变得越来越便宜 所以这个生产力 首先 普遍地变得便宜了 第二 这个生产力 在核心的维度 尤其是 模型密集的产业 知识密集产 比如说医疗 医疗是典型的 知识密集产 一个好的医生 就是一组好的模型 一个有经验的护士 就是一组好的模型 用大模型实在技术 可以有更好的医生 更好的护士 每个医生都有助手 等等等等 这个产业 生产力将提升 不光是成本降低 将提升 科学一样 对于模型敏感 模型驱动这些产业 这个生产力将被放大 不光是成本降低 第三 模型的研发速度会加快 这个生产力的迭代速度 创新速度将会加快 如果我们把这个三个 架在一起 大家想一想 这个攀升速度能不快吗 我跟同学们可以分享一下 这个已经接近一年了 十一个月 十一个月左右 我过去大概在三个月 四个月回美国之前 还给我谈的同学说 这一次给我感觉像 95年96年 每天需要看的东西 那么多 每天都觉得都在变 但要我今天 这次比95年96年要快得多了 快得多了 我们从一个多月之前 开始做大模型日报 我同学说 这实在跟不上的 即使有了大模型日报 还是跟不上 大家想想 这个生产力 这种维度在被改变 它创新速度能不快吗 它一定是非常强劲地 高速地往前走 这是左上角第一块 产业发展的格局 经济发展的格局 左下角 它的格局 它将影响我们人类的 每一个职业种类 因为我们每个职业种类 到目前为止 都是模型的组合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预测 很快将发生的是 我们每个人 都将开始用 副驾驶员 不光是用副驾驶员 好几个副驾驶员 等到这些副驾驶员 co-pilot 等到这些副驾驶员 能力越来越强 它变成正驾驶员 auto-pilot 再往下走 我们每个人 都将有一个pilot team 一组 副驾驶员 正要跟着我们走 以后我们 每个人类社会的 企业的组织 都将是人和人之间合作 能带着你的 co-pilot auto-pilot team pilot 一起去合作 有新的职能 也会出来 初步的预估 大家可能看了 高盛的预估 Opera 自己做的科研 自己做的研究 毫无疑问 这个经济发展的格局 将影响到我们 每一个人的 每一个工作岗位 当中 上面当中这一块 这一次变革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讲 走在前夜的 毫无疑问是 下一代的 数字化的产业 对吧 数字化是人的延伸 它开拓 新的商业价值 一定是先从 数字化产业开始 整个数字化产业 将全面地 提高和更新 我们将有 新的核心技术对战 新的平台 新的基础设施 新的算力体系 新的通讯体系 新的产品开发体系 一切都将是 以大模型时代为主 后面我会跟同学们分享 大模型时代的产品 怎么开发 技术体系怎么搭建 商业壁垒 怎么去寻找 等等 但数字化产业 一定是高速进入 下一个阶段 新的赢家 新的落伍者 很快会宽敞在你 速度一定会加快 这是当中的 上面的一块 下面这一块是 数字化产业在网圈中 它将影响所有的行业 每个行业都将是 系统性的 结构性的 迁移到未来的状态 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重组 因为我们模型 就是知识 从编辑成本 一向固定成本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是一家公司CEO 你先看一下 你今天活性花了多少钱 R&D 这是美国标准的 R&D Sales Marketing Journal GNA 对吧 就看看你每个月 付多少工资吧 未来你需要付多少钱 尤其是你这个方面 开出很多的 还有 今天 用GPT 假定说一个 一小时一千美元 用GPT 是今天用的系统 可能一小时 十美元 三年之后 一美元不到 五年之后 几美分 就看看这个产业怎么变 还有 提高 有些行业它供需 比如说我们判断 对软件的需求将大大增加 因为今天软件的需求 是被软件 马龙供给不足而影响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用大模型技术 能够把今天马龙产出 提升多少倍 把一个设计师的产出 提升多少倍 把一个分析师的产出 提升多少倍 把一个医生的产出 提升多少倍 最后根据每个不同的产业 按照刚才讲的这个结构 我们大家都可以预算一下 未来每个行业 它结构性的变更 将从哪个方向发展 以什么样的速度来发展 右边 政府的参与将更多 更活跃 监管 安全 数据隐私 社会稳定 这一次大家就看出来了 Open Eye 在美国 在欧盟 历史上没有过 政府那么早就出台了 说我得参与 大家可以关注 Open Eye的董事会 大概在五周六周之间变更 两个新的董事 都是代表美国政府的 因为这个范式的变更 本质上是需要社会 产业跟政府做更多的互动 尤其是早期 扶持和引导基础设施 投入 全球性的发展 这次发展的格局 政府一定会更早参与 在更多委都参与 最后 市场和社会的长期影响 首先是教育 因为人类社会 最终最最最最根源的 生产是人 人口的数量和人口的质量 教育 是被根本性的影响了 另外 除了教育之外 能力资本之外 最最重要的生产资源 科研 科学 它将根本意义上 被改变和加速 社会的结构 信息和知识的传播 这里我想讲 信息的传播 政府监管的重要性 所以这一次的 产业经济发展格局 它的核心维度 将是由这些来驱动 同时我们看一下 中国的发展机会 这个对我们 今天在做 在线上的同学们 尤其是重要 我们都在参与 首先 这个大模型时代 能够真正做大模型的 只有在北美和中国 对吧 我在深圳演讲的时候 跟同学们 也分享了 有点 说前几个礼拜 英国首相开那个会议 讨论大模型 德国总理 开那个会讨论大模型 但核心讨论完了之后 怎么办呢 这要做 只有这两个地域能做 全球为二 长期机会非常非常大 但今天我们必须是 奋起之最 必须是奋起之最 要追 有哪些核心 我这里都写了 首先你要做个基础模型 今天要做的 就是要追到3.5 3.5是分水岭 别的说实话 什么都不重要 谁先到3.5 谁就在不同的档次 我们判断 中国追的第一梯队 很快快形成 是第一波 进入3.5的状态的 当然到了3.5 你自然可以很快 可以逐步逐步到死 3.5是占关键节点 这里面要做的 模型的开发 核心的算力 训练的语料 训练的数据 前面讲到 五万多条指令条 一个评估体系 做过搜索引擎 做过模型的人都知道 评估体系多重要 你不知道怎么评估 怎么去开发这个东西 基础设施 网络计算 因为这次 需要的是不同的算力 不同算力之间的组合 抢先进入第一梯队 核心是能够持续 每天每周 不断地朝着3.5走的团队 是能够有机会 进入中国第一梯队的 这是我们最关注的点 你能不能持续攀升到3.5 你刚才讲这些能力 有没有是我要看的 对吧 前面这些能力 你有可能攀到3.5 进入3.5之后 关键还是要开发产业 那必须做调试 指令条 你的数据系统 跟代码对齐 这个一定要做的 不然的话 这个模型逻辑能力不够强的 代码是人类设计出来 逻辑为主的一个语言 对齐的研发 价值观 安全等等 这是把这个模型 基础模型 产业化的基础 同时也要做平台的研发 指令条和对齐的能力 一旦你有足够的对齐呢 你就可以跟对话对齐 API这些东西相对来讲还比较容易 你搭建起来 你就可以成为未来的平台和生态的制高点 这是中国追的核心要素 上面当中这一块 在追的过程当中 在中国产业发展当中 算力非常非常关键 我们可以在这里衍生展开讲一下 就是今天在大模型时代 我们已经看到了 未来一个大的国家地区 它的经济发展的水平 就看这个国家核心算力有多强 做算力的同学 一定要考虑这一点 未来看你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档次 就看你核心有效算力有多少 在今天追赶的过程当中 算力是非常非常关键 中国大概有十家左右在追的 攀升三点五 必须要有持续的足够的算力资源 我们预估 这个预估不一定完全对好 我们的预估 中国有二十万张 大约有二十万张A100的卡 美国的头部团队 一般要用一万张 H100 目前准备有一万张 大概是十万张 一个国外的头部团队 美国头部团队 可能用中国的一半的算力 而且我们面临这个国际环境 所以这里既有挑战 又有机会 尤其是长期的机会 所以算力是中国发展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们得努力找到一条发展的路径 上面第三块 产业的发展 七头并颈 在大模型猛追的同时 产业发展也在开始起来了 首先讲一下大厂 因为这一次已经有了 Open案给我们指路 大厂在追的过程当中 是有优势的 简单有优势 百度 阿里 腾讯等等 你追嘛 或多或少都能fake out 创业公司资本投入 长期我们更看好 因为新的范式 需要不同新的思路 新的做事方法 一旦追上之后 创业公司 小的团队更灵活 更能够探索 新的需要不同的思路 不同执行体系 来探索的商业化的机会 第三 提供和配置核心资源 算力刚才讲过 数据 人才 都是高速发展的新的机会 即使在极机 我们也做了很多co-founder match YC历史上在美国 从来不做的 也一直在做co-founder match 对人才的要求 需求越来越高 同时基础设施 一会儿我会具体讲 基础设施的机会 中国有 国外有 中国的创业公司 既有中国的机会 也有国外的机会 全方位的应用开发 早期已经开始非常活跃 覆盖面已经越来越广 因为是在早期 因为中国自己的大模型 还没有追到前面讲的状态 目前以开源和国外的大模型为主 这里右下角 是基于我们奇迹创业者社区 我们做的一个调研 我们奇迹社区里面 很多同学已经积极在做 大模型的应用 这里面有77%是使用 OpenAI的接口的 这里大家看一下这些数据 GPT4 21% 3.5% 3.5% 46% 等等等等 这是早期的状态 再下一个 是在中国发展机会当中 国家的引导 整体布局 基础设施 引导扶持 尤其是在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 因为这一次他需要大量投入固定成本 在有些产业 比如说医疗等等 我们判断 中国的发展机会更多 政府能够做得更多 监管治理 等一系列大量的工作 国家会参与 最后 社会影响跟国外一样 教育 教育非常非常重要 过去在全球竞争格局当中 中国一直认为被有一个优势的是 中国的学生体量大 中国马能多 中国学科学能多 但是有了大模型之后 这个局面被改变了 给我们带来的挑战 但永远是机会 挑战的另一面就是机会 中国未来的教育怎么走 未来的科研 我们有新的机会 第四范式 第五范式 是数据和计算驱动的 产学员 在中国可以有新的 重新组合的机会 最后 文明与文化 它毕竟跟语言有关 大模型跟每个国家 尤其是文明驱动国家 跟我们的底应有关 这一次机会掌握好 对我们文明驱动 这样一个国度 长期的价值 是非常非常深远的 所以这是在中国 发展机会的总结 再接下来讲一下 这个产业的生态 它已经高速在形成 这张图 我们已经看到 这个生态的结构的形成 Open AI 一会儿我会有几页讲 Open AI的生态结构 因为它现在领先不少 这个生态结构 跟过去 我们看到的IT生态 结构非常类似 它的后台 它的平台 两个平台 后台 就是GPT 今天是GPT4 但这个GPT 是给第三方应用 可以开发 基于大模型的 新的模型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左手有Foundry 下面的算力 上面有Playground 对 让你去做 开发试验用的 再上面是API 有付费 简单的付费模式 已经有大量的 基于Open AI的后台 开发出来新的模型 同时Open AI的生态 也有前台 前台是ChatGPT 前面讲过 人类力上从来没有过 自然语言交互的一个界面 任何东西 都可以跟它做交互 同时 它ChatGPT 也做了一个平台的 可延伸界面 就ChatGPT Plugin 已经有 它自己带了几个Plugin 像Code Explorer等等 已经有大量的 可以开发的 Plugin的应用 在这个上面 在Open AI的前台 后台基础之上 每天都有大量的应用 在被开发 同时Open AI 自己也有一个 完整的生态的布局 通过投资 通过它跟YC的关系 完整地高效地驱动 它的整个生态的外围 如果你今天要去Open AI 它可以给你讲 生态是它们最高的优先级 生态的健康的成长 是这个时候最最关键的 这个 可能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 最为重要的一个了 最为重要的也是 也是我自己 最关注的一个地方 数字化产业的发展 数字化产业 进入到下一代 影响所有的产业 永远是 得开发者 得天下 开发者的界面 开发者的生态 永远是最最重要的 兵家逼争之地 这个Open AI知道 微软知道 历史上 对数字化产业的人都知道 最为关键的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 是开发者生态 开发者体系怎么形成 尤其是在今天早期 发展速度这么快 包括开源的 我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左边 左边 左边是模型开发 模型开发 首先讲一下基础模型开发 这我确实要 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基础模型开发 虽然没有生意可做 因为都是大厂 它自研的 但是很重要 我们对基础模型开发 要有一系列的章节 形成一套路数 因为中国要追 追大模型 必须知道怎么追 基础模型开发 基本上是有这么几个 重要的关键环节 第一 你必须要有个数据体系 做过搜索以前都知道 数据体系的重要性 它比其他都重要 因为最终是个数据系统 你的数据集 你的预料 你的标注系统 标注工具 你的数据开发管线 加在一起 决定了你开发大模型的 总体的档次和能力 第二是模型体系 说实话大家都可以看paper 但是有很多经验 这里面主要是参数 深度 模态 token 第三 集群体系 算力资源和算力资源 怎么组合在一起 尤其是你有几万张卡 放在一起 对吧 你必须RDMA就是直接访问内存 在大模型时代 计算机服务器这个概念 很快就会没有 因为我们不需要服务器这个东西 我们需要的是几万张卡在一起 那每张卡和卡之间 它必须直接访问内存 才能有效做训练和推理 同时这些卡怎么连在一起 两种做法 一种HPC很贵 因为它 NV-Link Infinity Band 没法做到几万张卡 一两万张卡顶多了 下一代一定是以太网 那以太网 高速连接的以太网 怎么做 这些都是壁垒 要训练大模型 这些东西你都要有 另外还得有个训练体系 指令条 正值化 Epoch你怎么训 对吧 训练多少时间 损失函数 怎么把它降下来 你的对齐体系 怎么跟资料演员对齐 怎么跟代码对齐 怎么有的安全和价值观 安全体系尤其重要 大家有没有看过 GPT4的Release Note 我看到的话 大家一定会有感受 欧巴尔有个红色团队 因为欧巴尔的模型 一上线 坏人就来用 坏人问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有100块美元 我想杀100个人 告诉我怎么杀 你怎么做呢 安全多重要 因为这是一个超级的力量 坏人肯定会用的 所以你要开发大模型 你必须要有足够的 对齐安全的能力 评估体系前面讲了 是你的基础 最后加在一起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体系 你说给你多少钱 你需要什么样的性能 你这大模型要达到什么样的指数 你做哪几个维度的优化 你都可以把它拆解出来 这个时候你开发大模型 是进入一个持续迭代 进展的一个状态 过去我前面讲 我做搜索引擎过了20年了 搜索这个行业 也是到一定阶段是谷歌 基本上把这一套摸索透了 就是你要多少大的搜索引擎 我广告收入有多少 我需要多少文档 我需要多少延时 我可以系统性地拆解我的技术 今天能做的或多少是OpenAI 加上微软 谷歌的内部的一部分 但是这是我们这个产业 都要关注到知道大模型怎么做 大模型 它的路数是怎么做的 大模型之后是做垂直模型 领域模型 就是基于已有的大模型 我们有几种方法做帧流 知识帧流 或者是调试微调 或者是提示 最近最红的就是 所谓叫PEFT 就参数有效的微调 像Lora就是 尤其是开源世界 大家都在做参数有效的微调 少数GPU 足够的token 就可以微调一个相当不错的模型 这里面数据集的增加 包括Linguistic的数据 包括知识图部的数据 有大量的新一代的API和服务公司 Hugging Face 非常非常优秀 Lemani是一个斯坦福的一个PhD 做的一个新的一家公司 这里值得我们每个人关注 因为我们要开发领域模型 都或多或少要用开发方法 同时多模态 尤其是像Mate Journey 做生成二维图像 生成视频 生成游戏资产的 都是在多模态 都是目前为止 以扩散模型为主的 Stability走得稍微靠前一点 我们用的工具比较多的 是Lora ControlNet 等一系列的方法 但都还在早期 都还在早期 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要形成一定稳定的 持续攀升状态 有大量的工具公司进来 那我们产能会提高 所以领域模型 虽然也有极度能性的进展 尤其是在 参数优越的微调 最近几周进展非常快 开源大模型 好多一大波长出来 都是几乎每天都有 再下来做是轻模型 要做到端上可以用 知识阵流 对吧 或者是数据阵流 结构优化 量化变小 有大量的研发工作 因为长期我们一定要 把这些大模型 用到端上才行 最后我们最关注的开源 开源是把整个 创新门槛降低的关键 开源体系是做了很多很多 这里最活跃的 简单提一下 就是Lama体系 是Meta出来的 它有一个Lama Adapter 长出来一大堆 就演示出来一大堆 小的模型 高度活跃 同时Data Brick Cerebus Mosaic AI 有几位同学我过去都挺熟悉的 非常高兴看到 有很多活跃的 有志向 有勇气的创业者 在探索 开源的模型 开源的数据非常非常重要 语料 因为同学们一定要关注一下的 英语 某种程度上是理论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全球语言 我们要一个语言模型 你起步还得有大量的英语的语言 common crowd 对吧 Wikipedia 书 文章 数据等等 这些越看源越多越好 所以综合在一起 在模型开发这一段 我们还在早期 但是 有大量的进展 大模型也好 领域模型也好 边缘模型也好 开源模型 同时开发应用 这个更关键了 开发应用更关键 工具箱和工具链 基础开发的 代码的 工作流的 代理机制 提示 调试 记忆 embedding 关注的话 融资 融钱都来不及融 太多了 每天都有 创业公司出来的 因为有大量的 应用要被开发 这是基础开发 用代码语言开发 或者基础设施 右边的 我把它叫做 拓展开发能力 用自然语言写代码 这个更为重要了 我相信很多同学 每天都在试 像我们这样 每天都在试 不同的提示 因为我们可以用自然语言 自己形成一个抽象的层次 它的知识结构 我需要它做什么样的推理 对吧 能大概有六种 七种推理方法 推理好了以后 我希望它做什么样的规划 怎么样的执行框架 这个探索空间 实在太重要了 因为我们历史上 从来没有过 让自然语言 让我们每个人 可以有一个开发对象 可以有一个开发机制 当然现在做得不够的 今天的 framework 都不太稳定 Black magic 需要更完整 更稳定的 但这是时间问题 一定会发生 有了这个之后 我们有开发对象 尤其是运行时 运行时特别重要 没有运行时 开发出来的代码 怎么见到结果呢 对吧 今天运行时 两大类 后端 云上做服务 大部分都是在后端云上做 开发 Model as a Service 原来是SaaS 全部都变成MaaS 这个主流很多 前端 目前做的最多是web web单 所以像Versale Chrome extension 这些做的非常非常多 基本上大部分 都是在web单 但是要大模型 真正改变我们的一切 让模型无处不在 它必须在手机端 必须在ROT端 在手机端 非常微妙 我个人一直在关注这一点 大家想想为什么微妙 开发体系一直没出来 首先苹果 开发任何人用 他都抽30% 他自己 在这方面 也在思考 该怎么做 苹果在历史上 做人工智能 做上方方 一直是他不够强的地方 有些人我过去都很说 另外谷歌 谷歌是心怀 他有他的自己的目的 对吧 如果在Android上面做 他显然要把Bad塞进去 要把他自己的东西塞进去 他不是一个 没有偏向的一个player 那如果要在手机端 移动端上 开发一个繁荣的 开发体系生态 我认为是有新的机会的 看有特殊想法的大厂 有勇气的创业者 去在移动端开发上 找到新的 更繁荣的开发的路径 还有最后是ROT端 最终大模型 必须要在每个端口 都能够落地 有大量的长期的机会 其他开发者生态 在座我看 有一些东西都是马农 马农知道我讲的 对吧 你肯信 开发不光是这些东西 还要有课 可以去看 吴文达的课 在美国 听Orelly的 他现在有课 然后他书还没出来 判断某个软件产业 信息产业 就看Orelly的书有多少 我预计会有一大波 这种输出来 同时认文 和认文所附带的代码 和数据 GithubDeepRipple 上面每天 真的每天太多了 每天一大堆 新的认文 新的数据 新的代码 这是加在一起 是决定未来 发展速度和发展宽度 就在这个开发对战上 谁抢占开发者心智 抢占开发者平台 谁就掌握着 未来的大量的发言权 大家可以看出来 OpenAI是怎么做的 未来是怎么做的 这是兵家逼政之地 在新的时代 产业发展速度 实在太快了 我们在奇迹 奇迹同学团队 做了大量的努力 他们都非常优秀 我们自己一直在 每天都在更新 我们有大模型日报 等等等等 这一页上面列取了 过去今年2023年 五个月当中 我们关注的 新的代码 新的技术 新的认文 新的产品 新的投资案例 我们今天就计算了 这些指数 大家我们把这张 把这几个指数 把这个曲线画在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是认文的次数 这一次你必须 关注认文的 不关注认文 过不了这个看 第二你当然要 关注产品 同时资本生态的投入 关注投资案例 我们这些数据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些数据都是我们 奇迹团队和 奇迹实行团队 他们做了大量的努力 我们计算了这样 一条曲线 我们还不断在 思考和探索 用哪些指数 可以给我更敏感地看到 它发展的趋势 发展的速度 发展的信号 根本上这一次的 范式的扩散 它的宽度 它的广度 它的力度 是我们从来没有过去 没有感受过 我们需要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手段 才能跟着上 下一页是中国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 活跃度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在追赶 但是我们的整体数量 跟国外比 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点 我们标了红色的框 就是分气直追的团队 这里有Minimax 有桑汤 有王辉文 王小燦 李志飞 有兰州 有李开富 有阿里 有百度等等 综合在一起 反映出中国 今天产业发展的 一个快速攀升 不断加速的一个状态 这个时代 它的扩散 这也挺重要 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技术驱动能力进展 它扩散是有反式的 左上角 这是很典型的范式 这个在跨有红沟这本书里面 用的很多 就任何一个技术 驱动新的产品 新的产业 它都是做过这样的过程 它的Y早期 是用户数 或者是revenue 收入 X早期的时间 它都是早期藏鲜的人 早期有院间的人 然后有个红沟 一大堆公司死掉 跨了红沟之后 公司活下来 高速增长等等 都是这样往下做的 但这一次的扩散 它的源头不一样 它的源头是我前面讲到的 思考体系的方法 是OpenAI所代表的 你要在源头扩散 必须有这三个小圆圈 必须自己做研究 你要站在科研的前 你能够发明 崭新的算法 新的架构体系 你必须能够自己做科研 OpenAI是自己做科研 第二 你必须能够写代码 高质量的代码 做infrastructure 开发大量的体系 第三 你还能做平台 还能做产品 还能做商业化 只有这三个在一起 你才能在前沿去扩散 同时这次扩散 认为为什么重要 它必须不断地吸收 相关的核心的计算机科学 论知科学 脑科学等领域的 相关的研究 基础研究 和应用研究的认文 进入这三个小圆圈 同时这次扩散 跟过去不一样 政府一般都很后面才进来 政府很早期就进来 要参与了 所以这次的扩散 它的范式结构 跟过去都不一样 同时这次扩散 从国家地域上 全球 主要就这两个 美国 北美 和中国 另外 这次扩散 因为它影响每个人 不像其他 影响每个人 个人的行为很重要 创业者 创作者 马农 科学家 都在不断地 学习探索实验 去用这个新的工具 因为这一次的 认知能力 工具 会把人和人之间 距离拉开的 我这里强调一下 这一次会把人的距离 拉开 所以这次的扩散 跟个人又强相关 聪明 勤奋 努力 学会用这个工具的 你跟你同一党之间 很快距离会拉开 也很容易掉 再下面是产业的扩散 这里是试意性的 每个产业扩散 都都是这样 下面是时间的长度 长周期的产业 短周期的产业 高度是用户多少 或者是 市场体量有多少 只是试意性的 我们看到每一个产业 都在早期的 进入扩散状态 最后 这一次的扩散 Gartner这种曲线 Hyper都还不适用 Gartner曲线这种 Hypercycle 则是适用一般一个技术 这次的扩散 更适用的 我们认为是 Carota Perez 叫Techno Economic Paradigm 这个作者叫 Carota Perez 是一位经济学家 他也很有可能得诺奖 他的经济理论 被大难的公司所用 他的核心理论是说 如果有样技术 像野精 像高速公路汽车 影响每个人 整个社会的 它都是80年的周期 分四个阶段 爆发阶段 狂热阶段 泡沫破灭 到协同 到成熟 今天的数字化 云和互联网 基本上过了前40年 后面还有40年 收割经济利益的过 但原创性 基本上没有了 大模型 为先的时代 还在早期 将高速增长 到了一定 一定会有个泡沫被破掉 必然的 泡沫之后 是新的黎民 新一代更强的企业 能够从泡沫当中 活下来的企业 未来都占据制高点 Carlo Paris 有一本书 就是这个名字叫 Techno Economic Paradigm 这本书有点难啃 但是适合 我们怎么看 这次 凡事它的扩散 是怎么走的 好 前面讲完了 前面讲的都是这个时代的 它的大的格局 看到这个发展趋势和格局之后 让我分析一下 我们怎么去把控我们的机会 我们想给大家提一个 系统性的 全方位的 如何去探索和把控我们的机会 这里画这张图 是人和事 系统性去探索 我们画的是针对创业公司 一个创业公司 人就是核心创始人团队 它的心力 愿力和能力 团队后面是通过 引入新的人才 组织 文化等 粘在一起形成一个 越来越强盛的人的体系 它的事情 就是早期就是不断地开发能力 技术能力 产品能力 交付能力 增长能力 商业价值能力 获取资本能力 长期去实现它的价值空间 早期做的产品叫碗里的 后面延伸出来叫锅里的产品 最后是用内在的内核 去探索田里的商业价值 这是我们针对创业公司 但是我这里跟这个同学 不一定 创业公司也同样可以用这张图 因为任何人类有组织的追求 它结构都一样 这个问题我过去研究过很多 不管是一个大的企业 一支军队 一个国家 一个球队 它结构都一样 只要有目的去组织 能去追求这个目的 它内在结构都一样 你懂管理一类人类组织 你就懂管理另一类人类组织 所以这个结构 大家可以引申出来 如果你不是创业 也可以做参考 首先 我们给大家提的 在今天这个阶段 第一要做的是不去撑了 轻浮本身就不好 但是在范式变更情况下 轻浮的机会代价更大 因为你撑了以后 如果是错的 那跌的跟头是 跟一般的跟头就不一样了 所以千万不要去撑了 想明白再做 第二 请欲学习 这次新的范式 它根本上是复杂的 专业性比较高 它发展速度也非常非常快 学习避不了 过不了这个坎 我跟很多同学讲 该看的论文 你还得啃 一遍啃不下来 就啃两遍嘛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 理解 这个范式对你意味着什么 同时要克服惯性思维 大家可以看本书 叫Thomas Kong写的 科学发展的范式 一般大的范式来语 过去 大部分过不过去 但没法克服太阳的 惯性思维 包括深度学习 这次 有很多过去做机器学生 都没过来 它不同的思考体系 所以一定要 在学习的同时 尽量克服惯性思维 同时 必须深思熟利 因为这一次的范式变革 影响我们的方方面面 最后 一旦想明白之后 必须行动导向 因为这一次的变革 不进则退 你原来那个位置守不住 你只能行动导向 想明白之后 果断采取行动 不进则退 好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先讲事情 事情怎么做 事情对一个创业公司来讲 对一个企业来讲 三个纬度 第一 你今天的产品 你做的生意 有没有新的机会 危险 该怎么去探索 第二 你所在的产业 是不是有根本性的变革 你应该占个不同的坑 第三 你所在的产业 它的研发体系 它的能力 是不是彻底变更了 你要换一个全新的思路 去做你想做的事 分这样三个维度 我们给大家一个 系统性的框架 这个框架是这样 有三个机会板块 在我们奇迹体系里面 我们用这一切 知道我们所有的投资 所有的创业公司 跟创业的创始人做交互 都是用这个体系 第一 人基本上就是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 人是一个减商的物种 第二 我们用数字化 来延伸我们 所以数字化 是机会的一大块 数字化产业是 一直驱动整个 这个阶段的人类进步的 数字化里面分 两个纸板块 一个是基础 基础设施平台 另外是数字化的应用 数字化之外 改变世界 能源 生命科学 材料科学 空间 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 系统性的去探索 事情的机会的 怎么做 这一页 我们把一些核心细节 放进来 主要是 对数字化的应用 和数字化的平台 数字化基础 它永远是平台驱动的 数字化的应用 我们可以系统 完整去探索 因为人可以把 C端分成人群 分成时长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一个一个 B端 它需求基本上的稳定 所以我们可以 系统性去探索 因为数字化的能力 数字化只有六种 affordance 只有六种 affordance 一会儿我跟同学们 分析一下 这六种affordance 首先呢 第一个affordance 就是二维的信息 这数字化是纸的延伸 这个数字化的能力 基本上 触达了每一个品类了 我们每个人 基本上都用电脑 用手机 它触达所有的人 第二 是三维的体验 我们叫做元宇宙 目前只有少数的品类 游戏 社交友 第三 数字化的抽象关系 所有权 激励机制 叫web3 这个还早 货币 道等等 第四 数字化驱动的 物理环境的交互 自动驾驶机器人 第五 数字化 嵌入人的身体内在的 脑机接口 内部测试的机制 这个也是指数少数 第六 最后一个 数字化的 带来的知识 是嵌入的 到处都可以用 所以这一次我们 创新的空间 基本上是用二维的信息 加上知识 嵌入的知识 去找所有 可以应用的类别 探索我们的机会 所以这是 这个框架的一个 完整性的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数字化的基础 有哪些机会 首先 数字化的基础机会 它是一个稳定的结构 可以探索的 它的稳定结构是这样 首先 数字化的进展 它永远是平台驱动的 平台大家一定要看 这个平台做的最多是 微软这家公司 它们有个比较完整体系 我在微软做了也不少时间 这是我总结出来的平台 前端和后端 前端是可延伸的体验 它有设备 有容器 有画布 后端是完整可延伸的能力 计算 存储 通讯 大家要关注一个点 万亿美元的公司 都在前端做设备 做操作系统 它是价值的控制点 底层的基础设施 是计算体系 是芯片 是基础服务 是开源的代码 等等 在今天大模型危险的时代 基础有大量的机会 某种意义上 从投资和创业者的角度来讲 这是最容易赚钱 成活的地方 举个比例 在淘金时代 1740年去加州淘金 淘金者一半会死掉 但是卖铲子的 卖勺子的人 活得很好 这就是这个生意 因为大模型危险的这个时代 我们必须要有一系列的 新的算力 新的基础设施 它一定要有的 它门槛有点高 你能做这个创业 做这个生意会有门槛 但是一定有机会 首先是新的有效算力 今天都是基于GPGPU 但系统架构 有其他选择 长期会趋向于像 DataFollow这种架构 需要时间 但长期的机会非常非常大 第二前面讲到的 新的算力 可能我们根本就不需要 服务器这个概念 我们需要的是 几万张卡连在一起的能力 比如InfoCore 就是我们这一届创业营的一个创业公司 清华的团队 就是RDMA 在以太网上面 连接起来叫ROC 第二的 训练系统 微调系统 推理系统基础软件 比如像王辉文并购的 OneFlow等等 数据体系 尤其是embedding 数据库 检索体系 因为过去这个时代 一个好的生意就是卖数据库 做检索 有Orgo等等等等 在这个时代一定是这类公司 大家关注投资生态的话 他们融钱都融得非常非常快 像Pancor 像Zilis 都非常非常强 这里我忘了把Zilis写上来了 开发工具 一定有机会的 这里我们要关注的 今天GPU开发的工具 都是从原来图形学延伸出来的 下面都是Shader Shader上面用Cuda 英伟达的体系 但是OpenAI 它推的是Traden Traden是它并购的一家公司 他们做了五年多了 是新的语言 这个语言能够把 并行算力用得更有效 可以绕过原来的Shader那一套 绕过原来的Cuda那一套 所以从创业角度来讲 又有新的机会 当然有开源的体系 开源的数据集 开源的论文等等 有大量的机会 而且非常非常重要 同时在数字化基础当中 更大的机会 更大的机会是平台 前面讲过了 平台有前台和后台 商业机会 价值非常非常大 这里在这个平台 我们把中国和美国 作为四亿列出来了 美国是OpenAI 有几个创业公司 有谷歌 有微软 中国有百度阿里 百餐智能是王小川的 光年之外是王惠文的 minimax还有很多 这类公司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十年以后 它的体量有多大 今天谷歌可以是 一个万亿美元的公司 这个一定不止万亿美元 虽然成功概率 可能不一定高 也会一路艰难 但是你有能力 这是非常值得去探索的机会 这个平台 它的体量实在太大了 它的体量实在太大了 下面 讲一下在这个基础时代 还有新的机会 新的硬件设备 因为在大模型时代 硬件的体验将不一样 这里有个比较有典型意义的 是有一家公司叫Humane 它其实已经有点年份了 一直过去 一直没找到好的产品 是苹果出来的团队 做硬件的 它做了个什么硬件呢 这个硬件是这样 你戴在身上的 戴在这里 这个硬件 它看到你所看到的一切 它听到你所听到的一切 它不断在思考帮你想 这个东西比手机更管用 手机我没法照所有的一切 还听所有的一切 手机没有 让它每次帮我想问题 帮我思考帮我梳理 现在的软件 也可以有新的体验 如果你有眼镜有头盔 今天眼镜看到的信息 以后看到的是知识 看到的是模型 哦 这里原来是这么回事 哦 这个人不靠谱 所以新的体验端 新的操作系统 新的生态都有机会 同时第三代 自动驾驶机器人 空间计算组合的 这机会 也加速到来 它需要新的硬件 新的算力 新的开发体系 新的模态 用大模型 来驱动下个关键的机会 一定有 自动驾驶 有新的机会 为什么这里我跟同学们 稍微讲一下自动驾驶 为什么有新的机会 今天自动驾驶做了十几年了 但今天自动驾驶体系 是以视觉为主的 开车很累 我们能开车一点都不累 轻轻松松 听听音乐 讲讲话 因为我们为什么 我们开车不累 因为我们有语言 我们能 零样本犯话 假定说我举个例子 我们开车在路上 看到前面有一个老人 举着一个奥林匹克的旗帜 五星旗 走过来 我们零样本犯话 这离我还早着呢 对吧 我根本不用担心 我慢慢开过去 到那边我捞过它就是了 但是今天一个自动驾驶系统 这个软件它就紧张得不得了 因为它从来没见过 它不知道这东西是啥 它离我有多近 我撞上去是怎么回事 因为它没有这个泛化能力 所以我们有全新的机会 用新一代的语言模型 带来的泛化能力 打通模态 当然用机器人 用大模型驱动 新一代的机器人 机会也一样的大 机器人和自动驾驶 将是人类最大的两个产业 即使在我们奇迹这里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 是一代案例 在奇迹这一届 这一届我们六十个项目 里面有很多做机器人的 有好几个创业者 都在朝这个方向走 大家都看得见 接下来前面讲的是 数字化的基础 接下来我要讲的 是数字化的应用 数字化的应用 有两个重要的点 跟同学们讲 找应用一定是技术推 需求拉 一定要技术和需求 相匹配才行 这次技术 这个模型能力前面讲 它封装了所有的知识 所以这次的技术 它覆盖所有的需求 你要判断的是 这个模型是不是足够强 它模型在你这个领域 发展速度会不会很快 假定说你是医疗 假定说你是健身 假定说你是教育 你得判断一下 这个模型在你的领域 它发展速度 是不是会很快 另外这是需求要拉 一定要找到需求 是对知识 对模型比较敏感的 这种需求 同时我跟同学们 一定要强调这个概念 在这个时代 你一定要做大模型为先的产品 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大模型为先 首先人类需求 它本质上也是三位一体的 任何一件事情 我们既需要信息 又需要知识模型 又需要行动 来满足我们的需求 比方说电商 今天都是用了信息 模型几乎没有 我们每一次看 每一个领域都得看 我这个领域里面 信息有多少 模型能有什么样的模型 行动能有什么样的行动 一定要做成一个三位一体的 这是第一 大模型微信的体验 一定是要三位一体的考虑 第二 大模型微信时代的产品 我对同学们强烈建议 必须用自然语言为先 这是你的机会 你做这个产品 因为我看了很多同学做产品 他信息时代的惯性太大了 他做出来的东西 就是手机打开 看了一堆文字 看了图片 看了视频 给我的都是信息 No 这是过去 今天你起步得自然语言交互 起步得告诉我 你懂什么东西 你跟我怎么交互 有机会 行动导向 信息只是提供了个基础 三位一体是终局 如果你的创业赛道 有机会三位一体 你必须抢先进去 不然不是大模型危险 在微软我跟沙特聊 他讲的也是这一点 微软为什么要选这个词 为pivot的company 公司要pivot 万亿美元的公司要pivot 为了每个产品 必须要重做一遍 重新构思一遍 要大模型危险来设计这个产品 不是信息危险 同时每个产品 很多东西都问我 我这个领域能不能做 你一定要考虑你这个领域 这个生意有没有壁垒 这里有个简单的范式 你可以做的生意是 第一 你有自己有数据 第二 你可以自己开发模型 你可以用大模型来开发模型 第三 你的模型被使用之后 使用的数据你能拿得到 使用的数据 回过来有个闭环 你的自由数据越来越强 如果你有这样一个结构 你这个生意肯定可以做 所以大模型 唯一先三位一体的体验 和闭环 数据到模型到使用闭环 是这个时代落地一定要做的 另外我们给大家一个基本的范式 在大模型微信时代 怎么考虑应用 技术上考虑三个点 因为大模型时代刚刚开始 这是早期的判断 三个点是什么 第一 模型在你所在的领域 它进展的速度 是高还是中还是低 因为有些领域 模型开发很难 需要收集新的数据 很贵 有些领域模型很快可以开发 你得判断高中低 第二 你做三位一体的体验的机会 是高还是中还是低 如果你能做三位一体 赶快做 你抢占长期的一个制高点 终局是三位一体的 第三 大模型时代 在你所在的领域 是不是把你所在的领域 研发体系 每个环节都颠覆掉了 你必须考虑重新 怎么做你这个产品 这是我们给大家一个简单框架 在每个应用里 你要这样考虑 接下来我跟大家讲的 是在需求端 每个领域 每个人类需求 对信息你要判断 信息机会有多大 有些领域 比方说金融 主要是个信息产品 有些领域 信息不是那么重要 它要的是模型 有些领域要的是行动 比方锻炼身体 过去健身 互联网健身 或者说健身 为什么做不好 你健身主要还是要健 我还得把重量降下来 对吧 你光给我信息有啥用呢 所以要看每个领域就是 模型的重要性 行动的重要性 高中低 有了这两个判断之后 我们就给大家一个框架 大家就看这两个三角形 这是我们的判断 或者是我个人的判断 都不一定对 都在变化 首先讲一下人的信息需求 我们人都要获取信息 用搜索引擎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大模型时代 第一枪 是开在搜索引擎上 是Bing vs Bar 对吧 为什么 因为搜索引擎 本身是最接近 大模型时代的产品 它是个大模型 但是搜索 有两大类搜索 这样完全不一样 你去搜索引擎 一部分是找信息 这个不会变 一部分是解决问题 是下载一个东西 去打个电话 这一切都会变 广告模式不一定成立 第三类搜索需求 是知识探索 去回答一个问题 为什么中东和平这么难 今天你怎么做 搜索输入关键词后 看五篇文章 接下来就叫 加GPT叫Bing 给我总结成三条 就解决问题了 对吧 商业模式是什么 是订阅 知识付费还是什么 有勇气的探索者 创业者 美国也有 中国也 中国也有机会 美国已经有几家 搜索引擎 现在融钱都很容易 崭新的机会 内容 我们认为是 一切都是颠覆性的 整个生产集都变了 覆盖了所有的一切 早期是内容的分发 内容的营销 最终长期一个关键问题 头部的PGC 大模型是不是能做 这个有争议 可能还是能要做 真正还是要艺术家 但是大量的工作 都会被替代掉 都会被提升 都有大量放大 人的能量的机会 游戏 我们认为这个行业 将是彻底 会重新改观 因为游戏这个行业 它研发体系的 五个核心环节 都将不一样 将是一个 崭新的研发体系 第二 游戏的体验 也将完全不一样 今天我们在 创业公司当中 已经看到 你可以生成资产 生成场景 生成整个游戏 不光生成整个游戏 还生成NPC 不光生成NPC 还生成NPC 之间是怎么动的 本质上生成了一个世界 游戏是数字化的人生 我们长期 一直看好这个赛道 机会非常非常大 消费电商 机会有没有 我们的眼里一定有 为什么 今天的电商 是个很大的品类 很大的品类 但是 我们看都是信息 对吧 看到都是产品信息 产品业 但我要买东西 好的消费体验是什么呢 假定说 我要去夏威夷度假 我想买一个鞋子 买一顿帽子 一个好的体验是说 老板跟我说 我要买一个帽子 买个鞋子 你去 派什么用 我一家四口去夏威夷度假 夏威夷是这种帽子 适合 鞋这个适合 你一家四口 小孩多大 爸爸妈妈年纪多少 职业是什么 一个好的老板 是懂模型的 这种消费体验 以后都是场景性的 知识性的 conversational的 颠覆性的机会自然有 更好的体验 社交有没有 历史上 都有局部的机会 为什么 只要有新的内容 好的模型 就是新的内容 假定说 我有五个模型 他教我怎么炒股票 怎么找好的工作 怎么讲好的笑话 等等 这个模型 在微信上不准分享 要分享 必须另外邀请好友 那你不去重新建立 一个新的社交图谱了吗 对吧 历史上游戏规则 一直是这样 如果你有一种好的内容 你就有可能 重新建立社交网络 同时社区 我认为一切 都有改变的机会 比如说 美国有个社区 叫Cora 就是美国的知乎 他创始人叫 Adam D'Angelo 他在Operan的董事会上 大家可以关注到 Cora的产品 几个月之间 全部变掉 都是对话机器人 不再去看一大堆文章去了 为什么要看文章 我问问题不就可以了吗 我要的就是知识 对吧 机会 可以系统性探索 通讯 非常有意思 通讯是 搬用新的产品 通讯会议 Zoom等等 今天这些产品 没有任何模型 假定说有十个人开会 这边三个 那边七个 开完三十分钟之后 他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看到 有大量的创业公司 他都在做 知道 这里三个 其实是销售团队 他卖数据库 那边是一家车企 他对价格不满意 对这里性能不满意 三十分钟开会之后 所有的总结 都给你分析好了 给你一大堆知识 给你一大堆模型 医疗更不用说了 医疗是三位一体的 医疗不需采取行动 有病光给我信息没用 光给我模型 说你为什么病也没用 得给我吃药 得给我开到 对吧 他必须三位一体 三个维度都有大量的机会 诊断 开药方 写病例 用对话 每个护士都有 每个医生都有 十个 每个诊断 每个治疗 都是专业模型 都可以用大模型 做得更好 每个手术 每个治疗的处 都可以用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 手术机器人 加在一起 这三个维度 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我们将有希望 重建一个医疗体系 它更强大 尤其在中国 中国医疗本来就 供需不平衡 这可以做得更好 教育 非常非常核心 挑战很大 机会更多 大家可能 有同学可能看了 烧 看 Cond Academy 创始人 在TED 大概一个礼拜的演讲 Cond Academy 是OpenAI的战略合作伙伴 大家去想一想 用大模型 可以做一对一的教师 可以让每个小孩 个性化地学任何概念 大学 职业培训 有大量的机会 有大量的机会 它是根本性的 一个国家 一个地域 只要教育好 一切都会好 开发者 这个非常非常特殊 OpenAI 微软都非常重视 核心是 人类历史上 从来没有 用不同的语言 用自然语言 不同的抽象层次 不同的开发目标 不同的价值点 让每一个人 都能开发软件 这是这次所代表的 设计师 一样的机会 早期 是创意阶段 二维的设计 三维的设计 视频设计等等 长期发展 是每个设计环节 都将用模型 自动 或者帮助人 做得更好 科研 这是最为根本的 每个科学家 将有很多 副驾驶员 和正驾驶员 每个科学实验 都可以 逐步做到自动化 更为重要 在大模型时代 我们科研探索方法 将用数据驱动 用计算驱动 不再一个一个地 解决科学问题 而是一类一类地去解决 让大模型 是产生新的 涌现出来的 新的推理能力 OA办公 不用多讲了 微软 中国的金山 跟企业合作 都在探索 营销和客户 大量的机会 Salesforce 有爱因斯坦 GPT Adobe 有Firefly 因为营销 是离前最近的 大模型 可以把每一个 营销环节 做得更好 ERP也一样 ERP是更 历史更久的一个产业 也是一个重模型的产业 这个模型 都是能建的 都不好 又都僵硬 这次有机会 彻底改变 ERP模型的体验 让每个ERP 都可以 直接做到三位一体 更好的服务 好企业的机会 生产制造 下一世代 用机器人 服务机器人 自动驾驶 加空间计算 组合在一起 每个工厂 每个生产环节 包括农业 都有系统性的机会 城市也一样 城市的数字化 清晰化 做得OK 办公都可以 城市的模型化 数字软身 有局部的用 但是不够强 真正能用的是 大模型时代 用原位数字化 用更强的模型能力 更多的交互能力 自然源交互 让城市管理 每个角落 都能够清晰化地落地 原区GPT 城市GPT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都会发生 新的能源 用 刚才讲的 都是数字化的应用 用数字化去改变世界 首先要有能源 新的能源 可质量驱动 但是大模型 在方方面面 都能间接 越来越直接地 驱动新的能源 首先 能源体系的规划 和运营 大模型一定 有非常多的用武之地 第二 能源体系的研发 大模型 第三 长期核心技术 大模型的切入 是一个时间问题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大厂 和创业公司 在积极探索 新一代能源 用大模型 相结合 驱动创新的机会 生产规划GPT 电池设计GPT 能源管理GPT 碳交易 最后是一个大的 社会协同生态 一定会跟大模型 有非常融合的契机 生命科学 更直接 大家可以想一想 这次深度学习革命 这次大模型 本质上 它的机理 跟生命体系的计算体系 跟碳基非常非常接近 跟碳基非常接近 内在结构 是类似的 这里的机会 非常非常多 尤其是 结构设计 用数字化驱动 做筛选 用数字化驱动 做各个环节的生产 更为重要的是 用大模型 核酸的大模型 核酸一级的大模型 蛋白一级的大模型 不同的维度 有根本意义上 驱动这个产业 往前走的机会 材料科学 它的方向也一样 它更是产业驱动的 我们已经有材料基因 用大模型 去驱动 不同材料结构的设计 性能的设计 用数据驱动 计算去探索 新的材料体系 新的材料表制等等 同时材料科学 材料体系 也有大模型的机会 用大模型 系统性的 更有效地去探索 新的材料 包括用大模型系统 跟模拟体系 跟今天 一些重要的计算体系 比如说 失能 含数等等 相结合 更强地去驱动创新 最后是空间 空间 在地面上 自动驾驶 在水里 在低空 在轨道空间 在轨道之外的指数空间 都有新的模态 新的数据 摇杆 通讯等等 最后 人类在更远的空间 其他的星球 建立人类的探索基地 发展基地 都跟大模型 有强相关的 创新的连接 有非常非常 系统性的探索的机会 最后 讲四的机会的最后 在大模型时代 每个企业 它执行环境不一样 比如说 马太效应会加剧 OpenAI 是用GPT4 来做GPT5 它每一个马农 每个数据分析师 他们能力都放大了 很多很多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滚雪球 先行优势有多大 竞争的格局不一样 壁垒不一样 知识产权保护不一样 国际化格局不一样 社会关系不一样 社会责任不一样 我们每一位同学 每个企业 都要关注 新范式的执行体系 好 我们把事情的机会 都讲完了 最后简单讲一下 人的机会 人的机会 我们针对创业者 针对创始人来讲 其他的一号位一样 如果你是 某个企业的一号位 某个机构的一号位一样 对个人来讲 越来越重要的是怨力 对你是不是对未来 有一个独到的见解 而且你有很大的心力 可以坚持不懈地 追求这个愿景 能力上你要关注的 能力还是重要 但是写代码的能力 时间长了以后 越来越不重要 设计芯片的能力 时间长了越来越不重要 你的能力 是学会工具的能力 和使用工具的能力 OpenAI的成功 就是一个典型的 强大的愿力 强大的心力 你说能力上 它比其他公司能力强吗 不突出啊 它突出心力和愿力 团队 是探索的方向 探索的能力 集体探索的能力 人才的培养 是思考学习 是新的责任设计 这一次大家关注的 人和人之间距离 团队和团队的距离会拉大 培养非常重要 在组织上 一定要提前布局 积极探索和打造 未来需要的能力 价值观 社会责任等等 这是对我们每一位人的 个人和团队上的一个考量 下一页 最后两页 我跟同学们分享一下 这个挺关键的基因 这里跟前面讲的 都有人接在一起 这张图我是在 美国互联网上找到的 几年前找到英文的 后来把它翻成中文 这张图所代表着 什么是职业的去向 我建议每位同学都要考虑一下 因为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社会关系的决定造成的 在每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都有一个职业 他把风险算进去之后 他是创造财富最多一个职业 因为不同时代 他的生产力不一样 曾经打猎是追赚钱的 曾经武士 能够打仗是追赚钱的 对吧 上个世纪 在华尔街能够买卖公司 是追赚钱的 这个世纪毫无疑问 创业把风险算进去 创业是创造财富 最大的一个职业 要对得起自己要考虑 是否要创业 同时 我看到这张图 当时就问问问题 下一个是什么呢 答案已经有 科学家 研发者 讲得非常对 但是 是Open AI这样的科学家 是既能够做科研 写认为又能够写代码 又能够做平台 是新一代的科学机构 是新一代的科学范式 这跟科学的第四范式 第五范式是强相关的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考虑 今天创业非常好 接下来三年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五十年 新一代的科学研发 将是更好的职业 这跟我这一章有关 这一章是 时代的机会 我编辑了一下 这个编辑好像也没拿来 OK 这个PPT 有一个地方没改 也是想讲的 也是职业 范畴的给大家 职业带来的机会 这里想讲的是什么呢 是范式的变化 给我们每个人 带来的一个大的机会 首先 我们前面讲了 科学进入第四范式 和第五范式 我们得回答一个问题 一系列问题吧 我跟同学们讲一下 如果我们问问题 今天谁在引领信息科学 这个问题 十年前已经很明显 不是一流的大学 不是国立实验室 是大厂 是微软 是谷歌 毫无疑问 我们再问问题 今天 谁在引领 信息科学的 皇冠上的民族人工智能 已经不是谷歌 也不是微软 是创业公司 是OpenAI 是DeepMind 今天 谁在引领 空间科学 不是NASA 不是博英 是个创业公司 叫SpaceX 为什么 同学们想过没有 为什么 结构性的原因 结构性的原因 科学的范式 如果需要数据 需要计算来 发现新的科学 它跟商业 划分得开吗 接下来我们看到 趋势是任何一个 科学人员 都在朝这个方向走 越来越多 每个大学的体系 一个系 越来越长得像个基金 每个教授 越来越像一个基金 里面的GP 大的趋势 非常明显 今天这个范式 是1944年建立的 美国有个人叫 文尼瓦博西 罗斯福总统 叫他写了一本小册子 他叫科学 无尽的前沿 他里面核心说的是 怎么发展科学 是国家联邦政府 收税 把钱给国立 一系列的研究型大学 研究型大学里面 做基础研究 做应用研究 教授带着研究生 当时美国国会 争议最多的是 到底谁决定研究方向 最后是科学家来决定 历史上是对的 这是这个体系 这个体系造成是什么呢 我们有很多基础研究 在大学里面做 发了认文 认文待了20年 然后有人做应用研究 又发了一堆认文 这认文待了10年 有些大厂看 这个有点用 我拿出来 把它做成技术 后来有些开发产品人 说这个技术有用 我去做产品 产品做了以后 销售 营销单去卖给 用户客户 技术驱动社会进步 是这样一个流水线 但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开始倒过来 YC体系 前面讲到为什么YC体系 为什么OpenAI 它是一个需求拉动为主的体系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越来越多创业公司 它不光做应用研究 它还要做基础研究 但是它做研究的同时是什么 它又开发技术 它又开发产品 又做商业化 它是三位一体的 这个体系它的好处是什么 我们人人历史上 从来没有一个探索 新机会的体系 它是无缝不入的 无处不在的 它是投资机构 它是创始人 它看到机会 它融到钱 它就进去了 我们需要的是 有报复 有远见 有愿力 有心力 有能力的 找到好的资金 和资源的扶持 去系统性地探索这个机会 这个范式的变更 是给我们带来 时代性的职业性的机会 对我们每个人 都有深远的影响 好 我把机会讲完了 最后简单讲一下奇迹创态 我今天讲的时间多一点 留下问答事件可能有 首先奇迹 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第一次知道的人 跟同学们讲 我们是可以说 站在巨人肩膀上这句话 没有讲过头 根本意义上可以说 真正的创始人是San 是因为他等我找我 找了那么多年 我们其机是YC体系 我们的使命是在 源头最大化驱动创新 我们是把YC18年的体系 在中国落地 但历史的源源是 我2005年认识他 我们基本上是不是会交流吧 他是非常奇葩的一个人 想很多问题 做核聚变 他试探服上学 从来不上课 然后他2014年接管YC之后 就来找我 说奇 What do you mean? I have a big job at Microsoft 我那个时候 Microsoft 对吧 我是Microsoft最大的业务 他说奇 My job is 我给你的工作 更重要 他说 Tell me about it 他说 未来世界将有十个像 谷歌这样的公司驱动 他坚信 至少三个在中国 这些一路创新人 可能还在高中 可能还在清华大学 可能还在什么角落里 可能就在在座的同学里面当中 我们要找到这些人 去帮助这些人 打造更好的公司 说实话 这个一直留在我心里当中 当然 到了适当的时候 等到我离开微软 等到我离开百度 自然选择的是这条路 我们是 我是2018年8月加入YC 当YC合伙人 8月15号成立YC中国 我同时担任YC研究院的院长 OpenAI是YC研究院 第一个独立出来的研究项目 所以那个时候 参与OpenAI的一些事情 也顺理成章吧 OpenAI这些朋友 我们都交互挺多 包括OpenAI的结构设计等等 2019年3月 SAM决定100%去做OpenAI 新的YC合伙人 决定不再继续出于国际地缘政治原因 我们跟YC是好朋友 他们对我们帮助很大 YC的朋友非常棒 但是我们能够理解 我们决定自己做 我们把改名字叫奇迹创台 我们做了七届创业营了 投资加速了318个项目 非常出色的效率 一会儿有效率会上台 有七百八百七十个效率 这是我们的奇迹的历史 我们的模式跟别人 真的有点别人 这是YC 我们We don't deserve credit 这是YC方面的 我们只是把它本地化了 我们是一队一officer group officer 路远日 最最重要的是社区 创业非常非常难 我们认为改变世界 真正的主力竟是创业者 但是创业九十一生 他们需要帮助 真正能帮到一个创业者的 我们认为唯一的途径 可以长期多维度 帮助一个创业者的 只有通过社区 YC在美国做到了 毫无意我们看得很清晰 我们几步三年 我们看到我们的社区 在不断地壮大 每天都有新的进展 这是我们的模式 大模型危险时代到了 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 我们有 其实是我们中国版的 Hacker News上面 有活跃的讨论 其实产品做了一阵子了 也在不断地探索 也在做一些调整 我们做大模型日报 办了一个多月了 这里有个二维码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扫一下 我们可以免费提供 30天的大模型日报 另外呢 探索 大模型时代必须探索 我们在几周之前 跟所有的奇迹的校友 一起开了一个集体转型会 我跟同学们 转不转型是你的事情 不跟你讲 我对你们不尽责任 我们将不断地讨论 我们很多奇迹的校友 非常出色 有些校友已经全部用大模型 来做方方面的一切 他们都在不断地探索 相互交流 相互帮助 我们将举办专场的 group office hour等等 进一步地充分发挥 社区的力量 同时奇迹 我们也在开发 基于大模型产品 包括创始人的co-pilot 帮助每个创业者 有更好的方法 能够帮到每个创业者 最终想 我实际今天讲的稍微 最终想跟大家讲一下 奇迹本身得变 我跟同学都讲 在我看到 投资这个行业肯定变了 毫无疑问 今天模式一定不成立的 因为今天加速的周期 太快了 时间缩短 一个创业项目 它需要的运营资本 也不一样 它更需要的 不是钱是算力 它更需要的是数据 等等 这个行业变了 奇迹不需探索 奇迹不需跟更多创始人 一起探索 必须在帮助创始人探索 同时找到未来 自己的位置 我们必须续讯息 这是我们处在这个时代 所要做的工作 好 我给今天同学们 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做一些问答 谢谢大家